腋部的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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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初学者 他呼吸 你不要太去眼球的拍精细 不必 因為你初学者必须要在 把重点放在 在那個懸架套路上 他的一些動作、方位 要琢磨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們講呼吸 你入門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一開始練太一拳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基本上你要對整個套路 套路看是幾式 那每個式子的開頭可以結尾 你現在確定 要確定 比如說那個單邊從哪裡開始 哪裡結束 大概類似怎樣 那基本上 你一個呼吸之道 最安全的最基本的 就是記得 每個式子 開始的時候 吸氣、結束、吐氣 至於中間 沒關係 讓它自由 自由呼吸 那你就把頭尾的重點抓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那個呼吸的那個倉段不一樣 或是你每次打的速度不一樣 或是你的今天天氣熱 溫暖 也不太一樣 或是地面的狀況 有小石頭 怎樣怎樣 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先把這個 頭尾抓好 那這樣打拳一輩子 就不會有問題 那至於說你要 再求更精細的 那再列一段拳以後 等你慢慢去檢討 是不是有部落 全經上所講的 一些呼吸 譬如說 寫詩 提 合 去 不為放 開發 那時候 全家熟練以後 再來慢慢去做夢 為何 的 做夢 為何 做夢 不是 有 稍後 有 有 有